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韭菜就無分貴賤 差在什麼時候去收割 最早揭露 螞蟻集團上市計劃會遭到封殺的華爾街日報 在星期日又再爆料 今次他們引述了知情人士所說 身陷遭受打壓困境的馬雲 他曾經試圖挽救他和北京政府之間的關係 他曾經提議過 要將旗下的科技巨企螞蟻集團的部分股權 轉移給中國政府 我們從事後來看來 這個建議當然是失敗了 因為正然他提出這個建議 大陸政府都是不為所動 依然叫停了螞蟻上市的計劃 這位知情人士就繼續說 馬雲在今年11月2日的時候 被中國證監會和銀保監的官員約談的時候 作出表態 當時馬雲就說 螞蟻集團這個平台 只要國家有需要的話 都可以拿走 他說這個話的時候 距離螞蟻集團原定的計劃上市日期 只剩下幾天的時間 後來大家都知道 大陸政府質馬雲吃這隻檸檬 就吃到應一應 原來和中國金融監管機構 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 向華爾街日報透露 說目前根本沒有辦法接受得到 馬雲將螞蟻集團部分業務 交還給中國政府的提議 反而中國政府正在考慮 要對螞蟻集團實施更嚴格的資本和槓桿法規 在這個情形下 國有銀行或者其他類型的國有投資者 將會是收購螞蟻金服 以彌補 因為收緊規定而導致的任何潛在資本短缺 大家就看到 當然不讓你得逞 因為別人不是想要部分 而是想要全 其實這個都很符合大陸社會的發展軌跡 在50年代的時候 大陸就提出所謂公私合營的模式 當然這些公私合營的企業 到了最後的時候 那些私人投資者 即是所謂的資本家 當然就是慢慢淡出和邊緣化 到最後就什麼角色都沒有了 現在究竟是不是要養肥了一堆民企之後 逐家來等著收割 大家就很快都會看到 現在回頭 其實馬雲當日出席博鵬論壇的時候 說錯話 我相信都只不過是一個導火線 或者是叫做一個表面的原因 甚至乎是一個藉口來去動他 到最後其實馬雲都是難逃被修改的命運 因為他都說到要出讓部分股權 給大陸政府的時候 仍然都遭到拒絕 很明顯別人不只是想要那麼少 早幾天 總書記就在北京主持了今年度的 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就提出了明年的八大任務 其中一樣就叫做強化反壟斷 這個強化反壟斷 當然就是有一些 主要目標 一般的說法都認為 是有三大目標的 分別就是大陸的三大科技巨企 第一家不用說 就是馬雲的螞蟻集團 因為他有支付寶 另一家就是擁有微信支付的騰訊 第三家就是擁有杜曉滿支付的百度 三家科技巨企 不約而同 都是擁有了 有關於支付功能的業務 其實 究竟這些有沒有蛛絲馬跡可以找得出來 其實從部分的大陸高幹口中的說法 就可以看出一些端藝 比如說 中國前財政部長劉繼偉 在較早前的中國財富管理論壇聯會上表示 他認為 應該要防止金融平台出現 大到不能倒的情況 甚至乎要限制 跟金融平台合作的銀行數量 藉此限制單一平台的市場佔有率 這個很明顯就是劍指那三大科技巨企 另外 中國證監會科技監管局局長姚前就說 證監會開始討論 要徵收數位稅的可能性 當然 你徵收這些數位稅 是不是又是向那幾家科技巨企 賣手 一般的民眾交了多少 另外 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潘岳 也提到 要宣揚所謂張檢精神 期盼企業家和國家要同進退 共榮辱 同呼吸 共命運 這個同呼吸共命運 很熟 好像本地有一個 政治人物都是用這個口號來做初選 哈哈哈哈 好了 他要求 民企就要勇於承擔責任 為國家治理作出奉獻 那究竟這個張檢是何許人來的 其實就是晚清的實業家 他就是當時的立憲運動的領袖 曾經主持發動過三次的國會請願運動 他就是一生人都主張所謂實業救國的 曾經在北洋政府當中是擔任過農商總長 在這個民國時期又擔任過工商部長 高舉張檢精神背後的含意 無非就是要加強控制那些民辦企業 在近期網絡上流傳張五常的一篇文章 因為張五常的經濟學理論認為 反壟斷是不可取的 他的說法究竟是怎樣的呢 他說 你要反壟斷 我就要問你為什麼要反 因為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一個壟斷者 讀書的時候我和你去競爭 怎麼會不想壟斷呢 啊 掌金我又想拿又不想給你拿的 其實市場也是一樣的 講到說要公平競爭 競爭又怎麼可能要公平呢 考試的時候我十次贏你九次 怎麼會有公平呢 公平競爭所說的 就是說遊戲規則要公平 但是勝負和能力本身就不可以是公平的 這個才是人類進步的根源 回顧中國的發展 永遠都是要爭取壟斷的 鄧麗君唱歌他就是壟斷者 有獨特之處 馬雲 馬化騰 都是壟斷者 你不讓他們壟斷 經濟就搞不起來了 當然這篇文章的流傳 有幾種說法 一種說法就是 故意流傳這篇文章 目的就是想反對大陸搞所謂的 強化反壟斷的措施 另一個說法就是 借著張五常這把口 說出馬雲和馬化騰 都是壟斷者 將來就變成了重要的打壓目標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覺得後者比較可信 因為大陸要不讓你流傳的東西 很快就可以倒截了 讓你在網上傳來傳去 不多不少大陸都是默許了這些文章 肯定有些信息在背後 既然說到馬雲和馬化騰都是壟斷者 不打壓你又打壓誰呢 實情有一種說法就指出 說這個螞蟻金服平台所吸收到的中國存款額度 比起四大國有銀行 特別是排第一的中國工商銀行的規模 都要大得多 這個就令到政權下意識 感覺是受到威脅 於是必然會加強監管 這也是事實來的 大家看看中國的歷史就會知道 凡有些組織 團體 或者是黨派 才算 當他們搞得太大規模 太多人的時候 做皇帝的肯定就是感受到 這個組織對自己有多少威脅 就是要予以剷除 綜然這些組織或者團體 他們是沒有謀反之心 但是皇帝的切身感受才是最重要的 他認為你有的時候 你都百慈莫辯 所以呢 現在這一談事 某程度上 就不單只是經濟原因 說割韭菜不簡單 其實背後也是引含著一些政治的含意 你聽聽這個 劉繼偉前部長說 說不能夠有一些 企業是大到不能倒的 這個不單只是有經濟的含意在背後 也有政治含意的 因為真真正正是大到不能倒的 就只有是中國共產黨的 你其他的企業 何德何能可以大到不能倒呢 這個就是有些僭越的情況出現了 所以為什麼馬雲永遠都沒有辦法超越到李嘉誠呢 也是這樣解釋 因為李嘉誠的資產分佈 他是遍佈全球的 不單只是在大陸和香港是擁有資產的 他早就已經是 把自己的投資 散到周圍也是 當年很多人就在那裏串他 買很多外國的基建 或者是公用事業 又或者是一些能源項目 被人說他賺得很少錢 諸如此類 事後看他根本上就是一個 先行者 是一個目光遠大高瞻遠足的人 他買這些事業 無論他是賺多賺少也好 都是賺 他起碼就是賺了資產安全 馬雲 你自己當時 那些媒體吹捧到你說 那個資產值是高過李嘉誠 他當時用意氣風法這樣說 就說李嘉誠的年代已經過去了 你現在看回頭 是不是很可笑呢 始終來都說 李嘉誠 誠哥的資產 分佈了在真正資本主義的國家上 資本主義是靠什麼來做基礎的呢 就是靠法治作為基石 有法治才能夠有資本主義健康發展 因為法治就是保障得到合約精神 就是保障得到私有產權 所以真正笑到最後的 一定就是誠哥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